是个业余的 就是他平时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每天呢 在他的工作中好像是一个甲方 然后呢登上舞台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让我们有请呼喊 我们现在彩排结束了 我们现在也往公司干 说脱口秀是我的兼职 我还有一个全职工作 在一家教育公司做技术相关的工作 白天去工作 脱口秀基本都在晚上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不冲突 不说脱口秀 我也会安排点别的事情 反正就会给他排排满了 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 忙完之后到时候就睡 醒了之后再继续忙 就是这样子 我一看呼喊的有多长 我现在才发现 就跟这样的人竞争 你就会觉得你的存在还没有 因此何必呢 回家睡觉 现在这种赛制 像我们这种全职工作的 都非常吃不下 更别提醒呼喊 还要这么多工作要处理 虽然我们主题是压力 但是我平心而论 真的没有太多压力 但反而是你上台 然后你去说 你去开心 去笑 其实这是可以释放掉 一部分压力的 我争取在这个时间 发现之内 把我该干完活儿干完 就这边也不耽误 那边也不耽误 加油 我们有请呼喊 大家好 我是呼喊 这时候让你们认识一下 真正的甲方了 真的 都说嘛 做生活的甲方 我觉得都做不了 生活的甲方 就一天都做不了 你们去看 同样是去挤地铁 早高峰跟晚高峰 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早上的时候都是 雄心壮志的 别碰我 我要去干凡这个世界 晚上的时候 我们一靠 被这个世界干得 服服帖帖的 你从他们眼神里 都能看出那种 对生活的绝望 和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我有过这种想法 就是那个时候 2012嘛 都说是世界末日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刚毕业在找工作 伴随着我找工作的好与坏 那就是我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和期待 这几个面试面目好 就觉得算了 这都世界末日了 干嘛呢 但下一个面试 当你在这面对 世界末日的勇气 去面对的时候 那是很恐怖的 就本来面试官 问我什么问题 我不会 我说不会 但我给你学 那个时候再问我 我说不会 我心想到这时候了 会个这碗人 还能逃离地球吗 面试官也愣了 说这人啥都不会 还这么横 那肯定是我过人之处啊 就录去了 我在那边待了两年多的时间 周围无数同事被开掉 只有我自窥然不动 不是因为我水平高 我身为两年之后 领导也不知道 我到底会点啥 神秘的东方人 神秘的东方人 而且那边上班特别无聊 就是事儿少 钱多 很多人矫情 事儿少 钱多 你还要怎么的 就你不知道事儿少 但是还要装着自己 特别忙碌的样子 那是比真有活 还要更累的 就你手里没活 要想到自己手里全是活 后来才知道 就在表演里面 叫做无实物表演 太好笑了 我们早上要开战地会议 就每个人站起来 说一些昨天都干啥 一个美国大哥 光光说了十多分钟 我吓得 我说昨天不就坐旁边 咱们一起演的吗 我能说这么多 后来就回来了 感觉要在那边呆肺了 因为主要是我国内 很多朋友 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工作 他们学习速度特别快 在这边学两个月的东西 赶上我在那边 学两年的 但难怪我在那边 竟学表演了 回国探亲 也像个傻子一样 看啥都新鲜 早上网上买了个东西 下午就送到了 我还跟朋友在那边感慨 我说这快递又这么快吗 他们说你说的不是人话 那快递不快 能叫快递吗 回来加班特别忙 水深火热 但是特别开心 就脸上带笑容 说还能加班这么好 旁边同事也捧说 这不愧是从美国回来的 直接素养就是高 我们真的效率太高了 就是我回来 带一个技术团队 就我所有关于技术的理念 是在那边构建的 一个之前 我认为我需要干两周的活 回来问团队 我说你们大概需要做多久 他们说三天 我说啊 他们说加加班两天也行 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 我想玩一会儿手机 看看综艺旁边同事 在那边自我提升 在那边看罗振宇 他搞得我很焦虑嘛 要不然说罗振宇 总在那边制造焦虑 而且罗振宇有这种说词 他说你看好 大家都在午休 现在你选择这个时间来看我 你过几年之后啊 你就跟旁边那些打游戏 看综艺的傻子不一样 你帮人学习帮人学习 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呢 很多人可能很困惑 我说看你这么对 生活积极的样子 应该是罗振宇的忠实信徒 怎么还讽刺上了 我讽刺的不是他这个人 我讽刺的是 劝你按照他们的样子 去生活的态度 努力不努力 是个人的选择 不后悔不抱怨就好 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生活 你就是生活的家庞 谢谢大家 我护兰谢谢 喜欢护兰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最后三秒钟 三二一 请锁票 余老师这次觉得 这回去练个灌口 是好一点啊 护兰上次演完 余老师说 我怎么感觉你喘不上气啊 说你要不要回去 好好背背包菜鸡 练一练 你能调一调你的气口 我也是特别喜欢他这个题材 但是听他那个过程 依然是很累的 真的 那个信息量很大 对 而且他这个一句话 我估计 在停的时候 只有是逗号的时候停 余老师 你太厉害了 你是不是看过他的稿子 没有 我看过 他的稿子上甚至只有回车 他基本上 从铺到垫 到整个最后 把这包子翻出来 这等于一段活 我是一口气来造就 这个就 这中间的信息量 我得了解 我得琢磨 我得消化 我得听 我有点跟不上 幸亏我有个30多年的 这个工作经历 那出完 要不先那什么吧 回去上班去吧先 赶紧 赶紧写成绩去吧 谢谢班 演个兴奋 开心 就是你自己演 你是不知道的 大家按灯了 你就觉得还可以 就这样 我觉得特好 你觉得特好 特别好 我特气 跟庞博比呢 比庞博好的不是一点 不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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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听了 我天哪 不听了 不听了 郑菊老师太 太摇滚了 因为 因为我可能老看 那个老外的脱口秀吧 我觉得 这刚才也是 跟于老师 咱们俩商榷啊 我觉得 这是咱们这样 这时候看着咱俩 那种差距了 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不是相声 他这是脱口秀 所以他的节奏 和信心量大 是对的 相声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心量太少 这句好看了 这句好看了 哎呀 你看李大都不敢说话 你看 你看李大在旁边 搜索发抖 开玩笑 开玩笑 有不一样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心生事物 它就应该是这样 就是信心量 还可以再大一点 当然 节奏再快的话 节奏再快的话 就是Rap了 对不对 这节奏挺好 现在速度我觉得挺好 我挺喜欢的 你知道目前为止 是我最喜欢的这个 不 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吴老师 怎么 他不就是 摇滚歌手 你还付回掌呢 对不对 我也给他亮灯了 我也给他亮灯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基于 他的题材的喜欢 他里面信心量大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信心量大的 过程当中 你一定让人听明白 它是一个过程 太快了 你消化不了 这年龄问题 我消化特好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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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啦 都打起来了 都打起来了 你听到了他们说什么 这是什么 相声在摇滚 这摆头 刚才这一段 我们俩一个说的是肠胃 这词真的不是我教的 有点是这个 这就是你看 Rocker 对不对 这是非常好 非常好 Tag一样的 天哪 好 那我们一起来 什么标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忽兰的得票情况 这肯定非常高 很高 161票 忽兰确实特别好笑 就是他的语速也快 然后能量密度也高 然后就让人一直把观众 裹挟在他那个节奏里面 让他观众就一直笑 一直笑 特别开心 因为忽兰得到了三个领向员的拍灯 再为忽兰加上20票 吾 呜 要 好